第六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JRL,林弟姐 然後今天我在宏光科技大學,好不好 這邊呢,是宏光哥大的宏光電競館 這一次呢剛好是受邀啦 就是林弟跟台中很多所學校一起舉辦的一個 英雄聯盟的聯合賽事 大家知道嗎?其實一般來說啦 電競場館大家所熟知的應該像是內湖的電競館 又或者是後來三創的那個電競場地吧 對不對 那現在其實呢 有很多學校也致力於一些電競相關的一些產業學程 好不好 今天很高興可以受到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來做一個紀錄 那也同時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哦 虹光電競館其實弄得相當不錯 好不好 聽說是耗資非常龐大的金額啦 除此之外呢 虹光科大他們也有一個 他們自己的戰隊 叫做虹光獵鷹 等一下也可以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那今天呢 其實就是活動的總決賽啦 想必等一下比賽應該是相當刺激了 好不好 那就一起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非常棒非常棒的場地 Let's go 好啦 那基本上 我帶大家來到這個地方就是 虹光電競館裡面的一個 選手的比賽室好不好 帶大家看一下現場 非常棒 基本上就跟電競場館差不多啦 像這個電競椅的部分啊 真的是 舒服啊 來坐一下坐一下 哦 舒服啊好不好 這已經就是職業水準了 就大概就是長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電競耳機的部分呢 也沒有在開玩笑 就真的還不錯好不好 假如你有在關注一些電競相關的產品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的配備啦 別忘記好不好 這一次我們的老大哥 Lindy好不好 這個場館裡面所有所有喔 比方說聲音傳輸啦 訊號傳輸啦 只要是跟這些有關的一些線材呢 真的是全部都是由Lindy他們的廠商來贊助的 Lindy可以說是致力於這些產學合作啊 然後多角化經營啊 非常用力的一個廠商 你有一些訊號傳輸相關的一些產品的話 買Lindy就對了好不好 買Lindy啊 跟你講我現在就廠商的形狀好不好 我老實講啦 其實呢 假如我在業配的話 大家應該就會知道 如果是我業配的東西 絕對就是好東西好不好 我一定就是沒有在業配那種不三不四的東西啦 有膽這樣子贊助一間學校 這麼龐大的電競館 基本上 東西不會太差吧 對不對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這邊上面 其實是沒有一些像滑鼠啊 鍵盤之類的 身為一個專業的選手 鍵盤滑鼠 基本上都會用自己順手 用自己熟悉的好不好 又或者是廠商贊助的 所以基本上 這邊沒有鍵盤滑鼠是很正常的 選手們都會自己準備 等一下就會在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正規 然後又專業的一個 選手比賽室裡面 選手會在這邊進行比賽 一樣 就繼續來帶大家看一下 現場的一些其他設施吧 這邊呢基本上就是他們的獎品區好不好 我跟你講學生就是有這樣的福利 大家一聽到學生兩個字 基本上就會源源不絕的提供各種獎品對不對 這一次學生的獎項真的是誇張到一個爆炸 冠軍跟亞軍的這個超高獎杯之外 也有非常多琳瑯滿目的獎品 像是一些耳機啊滑鼠啊鍵盤之類的 廠商都直接 超級不吝嗇 超級大方的 去送這些 這個賽事真的是辦得很用心啊 除了這個這麼棒的倉管 提供給學生們比賽之外 廠商呢還提供了這麼優渥 這麼豐富的獎杯跟獎品 好想回去當學生啦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啊那K3哥 這邊真的是看起來蠻屌的 有沒有什麼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要有52台電腦 52台 然後都是電競體的電腦 太神啦 32GB的RAM啊 太扯了吧 每一台都這樣 每一台都這樣 顯示卡 所以每一台電腦都是用那個 NVIDIA 2070好不好 這一間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總共我們次之 光是電腦就透白了 光是電腦 光是電腦就透白 那想請問一下就是 這邊平常都做哪些訓練 我們會上課 我們這邊有老師教學軟體 他也有就是遊戲方面的課程 會來這邊上課 哇這個耳機牆的部分啊 就是真的都是一線的品牌 真的沒在開玩笑 太猛了 OK啦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這個 電競發展實驗室這個 小小開箱好不好 現在其實蠻多學校啦 就是一直有在做這些電競相關的產學合作 然後可能也有發展一些像是 電競的教室啊 真的很少有看到一間 已經不是教室了 真的叫做實驗室了 為什麼會想要做成這樣 因為我們主任 很喜歡電競這一塊 多年一直在推廣電競這一塊 然後讓電競在學校裡面有發展的空間 像政府也在推廣電競這一塊嘛 因為我們現在有電競班 所以對學生是一個多一個出路 希望就是說未來啊 就是可以有很多的電競選手 是來自於這麼棒的環境的這個 宏光科技大學 真的是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那也期待就是宏光烈鷹 未來可以打進就是很不錯的名次 好啦 那很感謝我們K3哥帶來的分享 感謝感謝感謝 嗨 這是我們的夜宇好不好 哇女神啊 你這樣講不會太客套一點嗎 不會不會 我跟你講一點都不會 確定 現在夜宇應該也主持過不少電競賽事 我大部分都是以學校為主的電競賽事 大部分都是以學校為主 那以校園為主的話 你覺得宏光科大這邊 設備方面 以你的觀點來看 很完整 就很誇張耶 夜宇應該是有主持過蠻多的一些場次 然後可能也到蠻多的學校去看過啊 什麼之類的 相信宏光科大應該算是 讓我們這些 可能在這個圈內裡面的 也是嘆為觀止的一個規模啊 他們其實就像我現在在坐在這邊的教室 也是規模非常的棒 然後設備非常的完整 他們耳機甚至都是掛在那邊一整排 然後是用一面牆來形容的 今天其實也很感謝夜宇啦 就是主持也相當辛苦 Hackin也非常辛苦 不會不會 我跟你講有女神相伴 怎麼樣都不辛苦 他直接傻眼 因為像我影片後製就會 常常有很多字卡什麼的 都會直接 我懂 嗆我說什麼是渣男 耳男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都已經 他剪輯師很優秀耶 欸 什麼東西 欸不對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我們這樣對嗎 好啦那今天還是很感謝 葉宇接受我的一個小訪問好不好 希望未來我們有機會可以再有其他的影片合作 感謝感謝 我如果在影片的話我絕對會嗆你 謝謝謝謝 掰掰 好啦 現在基本上活動已經準備差不多要開始 場地也不知的差不多了 今天比賽的話算是總決賽啦 所以在現場的一些在準備的選手呢 氣氛上比較緊張一點 還是要得名的 等一下還是以盡量不要打擾選手為前提的 去準備做一些拍攝 覺得在台灣啊 有這樣子一個產學合作 然後這樣去一起為了學生的一些電競啊 然後有一些夢想啊 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還有一些贊助 一些社會資源上面的幫忙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好 現在這個時代已經大家知道了嘛 已經不是唯有讀書高了 像前陣子前閃電狼的輔助選手 舌舌也剛進了美國的TSM 那個簽約金大家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好不好 真的是很高 稍微多關心一下 台灣的一些電競相關的賽事 好不好 基本上等下活動已經準備要開始了 我們就直接準備待會的流程吧 各位線上以及線上的觀眾朋友們午安 我是主持人葉宇 歡迎收看林底杯英雄聯盟林地電競精英賽 本次的賽事是由林地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洪光科技大學共同主辦的賽事 我們先來歡迎一下我們的迷途羔羊隊 歡迎出場 我們站這邊 下一隊健行熊歡迎出場 有什麼話想要對他們講嗎 好好打 好好打 好和平喔 我以為你會說什麼 Go 下去 今天第一名是我們的 之類的話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代替他們 對對面說的 大家一起加油 不是耶 我以為好像會爆出什麼火花 這都是我和平 我們謝謝兩隊的選手 那兩隊的選手可以幫我進入對戰室準備 現場再給他們一點掌聲 謝謝 那我們比賽即將開始 今天的比賽為五戰三勝 那究竟是哪一隊 會成為今天的電競武林的帝王呢 我們就把現場交給我們的主播莫提以及賽評誰啊 電競武林誰來稱帝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這一次的紅光杯電競大賽 我是今天主播莫提 我是賽評家 這應該是我近一年就是播線下賽裡面做最滿的一個人數 而且其實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整體來講要舉辦線下賽也是比較困難 當然這個電競館我覺得也是讓人非常的驚艷 基本上我覺得是聘美之前在內湖的那個LMS的電競館 對就是最初代的 大家最初的感動 BO5的第一場對局馬上進入到是BP環節 在藍方的話 咪圖羔羊在紅方則是劍心熊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BP啦 這裡加里歐跟聖還有好運姐 其實在這個版本可以看到的是封鎖的劍心熊在上一次 他們最喜歡打的這種全球流資源陣容 兩邊的一個相見看會不會插出一些火花了 沒錯 那馬上進入到的是林地精英電競賽的BO5第一場對局 也是今天的冠軍總決賽 那這邊藍方咪圖羔羊在紅方則是劍心熊 流出來 被定到 護國維尼嗎 應該是沒辦法了 好 閃現回溫泉 頂回去 但是他們現在出手也沒有進去之後 穩穩的把竹爆 好啦 那我們比賽馬上進入到的是BO5的第二場對局了 這裡是愛見英雄則來到這藍方 貓銀羔羊在紅方 在前面的話 貓銀羔羊目前是已經1比0的暫時領先 好 我們恭喜貓銀羔BO5 2比0 在這28分鐘的一個時間 取得了金牌 有一個冠軍點在手中 比賽進入到的是BO5的第三場 claire 迷途高雅那藍方健英雄在紅方已經2比0的 拿到了一個聽牌的優勢 這場比賽應該是要結束了 對 有機會在這邊一波倒的 健行雄大局的挺進 夾帶的是自己的一個親友團 還有學生粉絲的一個支持 可以啊 在大家的期待之下 把比分翻成了1比2 我們也恭喜健行雄 馬上是拿到了這場比賽的一個勝利 沒錯 那這一個BO5就說 沒那麼快結束 藍方健行雄在紅方他則是迷途高雅 現在依然是守衛著冠軍點 過來 輪色盲是已經交掉了 那這裡的話就有3個人 1頂3 在後續 而且是露西恩被嘲諷給留住 保護住了自己的隊友在前面 都已經倒地 看起大局應該是能夠換一個 但自己也是雖之雲命 所以小路在死前換了一個TRIPLE GO之後 TP來到塔下 我們就算恭喜美圖高雅3比 拿到這裡是Lindy Bay的冠軍 沒錯 這次也算是贏得漂亮 這場比賽並沒有太多的一個懸念 我們恭喜迷途高雅 恭喜迷途高雅 這是名利雙收啊 好啦 那我們再一次恭喜我們的 健行雄獲得今天亞軍 那我們就先請健行雄出場 歡迎他們掌聲鼓勵鼓勵 好 謝謝你們也恭喜你們 好啦 那接下來就是要來頒發我們 今天的冠軍 那我請我迷途高雅隊出場 掌聲鼓勵鼓勵 好 謝謝你們 那麼再一次恭喜我迷途高雅獲得今天冠軍 掌聲鼓勵鼓勵 那今天的比賽也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線上以及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我是葉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嘿 這裡是我們的冠軍 迷途高雅好不好 太省啦 哇 那個真的是太猛了 這個比賽過程還是相當緊張刺激好不好 那今天也很恭喜你們獲得 那個今天的勝利啦 隊長要不要代表講幾句話 就是對於今天的比賽內容 然後還有今天的這整個賽事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特別的感想 我看你們拿名好像沒有特別的反應 就是非常的淡定 喔 贏了 運氣好話 運氣好話 如此謙虛 還滿感動的 還滿感動的 真的嗎 一點都看不出來啊 希望未來可以在職業賽場上 看到各位的表現好不好 有機會的話 那今天就感謝大家啦 謝謝 謝謝 嘿 這裡是Lindy Lindy的總經理 Ken哥好不好 嘿 大家好 你知道嗎 我跟Lindy其實合作了超久 好像大概從2016 就已經開始有合作的一個人了 然後一直到今天2020 算是跟Ken哥就是相見歡啦 好不好 這個活動也是相當的圓滿 相對於這個活動啊 就是總經理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 鏡頭前面的觀眾朋友 又或者是 未來想要朝電競發展的 一些孩子們說呢 我們為什麼去贊助這個比賽 是因為 系主人是吉哥 因為我們一開始以為打電動 就是一直打電動 然後電競 打電競就想來沒有前途 但是後來 吉哥跟我們講 電競它不是只有打電動 它有後製 然後它有導波式 它不是這麼單純 就是不是讓你打電動 除了打電動之外 你可以去學後製 學美工 通通通都可以學 有一些技術層面的 對對對 它不是只有打電動 對 因為像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啊 已經不是什麼唯有武術高等式 對 有很多的技能其實一樣 放到國際上 一樣是可以大放異彩的好不好 所以呢 我非常高興有這樣子的一個 佛心的廠商 然後贊助台灣的孩子們 一起前往國際賽事 那這一次就很感謝Ken哥啦 謝謝 謝謝大家 嘿 這裡是紅光科大 資管系的系主任 吉哥 耶 大家 現在比賽其實也告一個段落了 這一次就是這個場館 相當的驚人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樣的場館 其實是相當感動的 對於未來 想要邁入電競產業這些派出 有些話 跟鏡頭前面說呢 這個電競產業呢 是一個七七的產業 我們紅光科大呢 在去年呢 就投資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軟硬 還有我們的食肢 甚至我們成立的紅光電影 一定不對 那我們希望對著電競有夢想的 小孩子 都可以來這邊當你們有夢 我們要做到最棒的設備 但是最棒的設備是你搞定的 他夢想的 不管是選手 不管是夢想 大家都看到了 哇 太棒了 真的是 我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要走電競的小孩 你假如現在是國高中 高中也好 其他學校也不用看了 就直接來紅光隊了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就也很感謝吉哥 今天的頂力享受 感謝吉哥 謝謝 感謝吉哥 謝謝 掰掰 好啦 那今天的比賽已經結束了好不好 非常精彩的賽事 尤其是前面 迷途剛剛在2比0的時候 我們都以為 天啊 難道要被GG3比0了嗎 結果沒有好不好 我們的劍行熊 直接又搬回一層 那個神之好運節的操作 真的是大快人心啊 也許是比到後面 大家其實可能有點疲累了 所以我們的劍行熊 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贏下我們最後的勝利 勝利還是給我們的 迷途高昂給帶走了好不好 相信兩隊未來 在台灣的一些職業賽事上面 一定都會有所表現 也希望他們可以越來越好 好啦 那麼呢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訂閱我 留言頻道也不要忘記點選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acebook粉絲按讚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